這個遊戲叫雙聲道鼓歌仔 遊戲分成兩組 遊戲怎樣分成兩組呢 遊戲會將你們分成兩組 阿Deep和Jason一組 Alfred和Aga一組 參加者需要在限時搶答我們經過特別處理的歌曲 答對一題就有一分 最後的信仰 是嗎 人非草莫 哪裏要走 你們很刺激 我懂了 越夜越有機 對 殺科 不是 等一下 不是 突然試唱 突然試唱 我也聽到 有人拉著我 這首歌 為何不明白 你打我 我 有人不明白 對 這首歌 這首歌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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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這邊回答她 戀無學戀 沒錯 這幾年很累 忠無厭 不是 遍 家豪的 要轉海的眼睛 詠儀那首是 死不像 沒錯 好厲害 好厲害 我同事提到 做了口型 你竟然閉上眼 想到 你很厲害 這首歌 這首歌 各自後一分 這首歌 我回答她 海歐紙巾 海歐一氣 海歐紙巾 海歐紙巾 海歐一氣 Jean Lee的天地一 我都猜她是Jean Lee 你 letzten月都猜她 一九八四 一八七四 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 是Jean的 可以唱長些 什麼 那女子 那女子 我迎我還 phrase 不停唱她的歌 我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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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的 沙龍 甚至科學 你情願念 你面也願意 分享《終於代理天》 對 8比7 險勝 娛樂圈 新人類 對不起 我先走了 廣東歌代表著香港的文化 廣東歌也陪著很多香港人的成長 今天就有Alfred和我們一起聊廣東歌 廣東歌對於你來說 意義是什麼 其實它是某種的謊言 但這種語言竟然可以令到 不同地方不是說這句語言 朋友都會聽這句語言的作品 廣東歌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厲害 將一個小小的 可以說的文化 特色 將它放大到 變成一個 global 有沒有一些 香港的歌手 或者廣東的歌手 對你來說的影響是特別大的 有啊 吳浩康先生 是我的 童年偶像 不要這麼客氣 你這個人 加油 謝謝你 她的歌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演出 有一首就是 《討厭》 另一首就是 《自卑》 我當年走音 走了個大音 《自卑》 現在回想起來很瘋 我和學界的一群朋友一起 自己製作 搞了一個小秀 我想就是我們不同人 都有被廣東歌影響 我們很喜歡玩唱歌比賽 竟然瘋到自己學生歌 去做一個小秀 我想廣東歌影響我成長是很多 很多人都說 現在做音樂也好 或者做廣東歌特別是 很困難 你自己剛出了碟 那你又怎樣看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幸福的 因為這次的碟叫《十》 其實是我入行第十年的第十隻 不是碟那麼簡單 是大碟 我覺得可以去有空間 做一隻全音樂 甚至一隻 concept album 其實是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想這個是我對廣東歌 某種的情意 或者是尊重 最簡單是一種尊重 所以我希望今次做這隻碟 做到每一首歌都是獨當一面 但我想現在社交平台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沒有再分話 我們作為一個唱片公司 或者作為一個藝人 去推廣給你聽 這首歌一定是最好 可能很多朋友是自己上網 在YouTube找一些他們自己喜歡的音樂 甚至是很多不同的genre 廣東歌的潛盟仍然是無限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fred 許廷亨 全新的音樂串流平台 YouTube Music App已經登場了 你還未下載 快點下載 還有想知道我們玩了什麼 關於廣東歌的遊戲 現在立刻點進去看看 看看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